郭市长身份大揭秘,目前可能已经整容潜逃 大家好,欢迎收看飞龙王每日要点新闻,我是龙龙 据报道,已查实假冒菲律宾公民的中国女子郭华平 以虚假身份在斑斑市的竞选中当选市长 在白布林下发后销声立即,目前可能已经在地下医院整容后潜逃 近期,飞国仅突袭了一家非法医疗机构 在这家地下医院中发现了用于整形手术的医疗设备 怀疑郭市长已经在这家医院整容后潜逃 据国调局证实,郭市长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国际女子郭华平 他在13岁来到菲律宾,在斑斑市拥有大量土地 涉及经营迷岸赌博园区,该园区内看似豪华的建筑物 实质上是诈骗中心,涉及人口贩卖和非法居留等犯罪活动 此外,NBI在相关调查中 有新增发现的近1000份伪造菲律宾的虚假出身文件 菲律宾德拉萨尔大学副教授奥拉受访时表示 大批虚假出身证明与国华平安明显具有犯罪意图 甚至可能具有恶意影响意图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 我是龙龙,我们下期再见